冠狀 包裝 水瓶 Hello 各位好 我是卡路斯 自從開始了我的人工智能系列之後 我曾經教過大家怎樣用Teachable Machine 來認我的手勢 亦都介紹過DF-Lobre to Hard Skate Lens 怎樣跟我的晚向車結合 其實是想大家開始明白到 人工智能並不是那麼神秘的東西 只要你能夠給足夠數據的學習 它是可以利用數據去辨認一些東西 而幫助你解決一些繁瑣的問題 大家看到我現在桌面上 有些廢氣的膠瓶 紙包飲品和罐裝飲品 其實我打算今天用這個Teachable Machine 試試辨認它們出來 看看能不能夠試用到 人工智能的變身能力 之前我教大家 就是使用電腦的Teachable Machine 而今天我就打算用iPad來進行 怎樣做法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有看過卡洛斯便形手勢的分享 應該記得我是教大家 上Teachable Machine的網頁來進行 但在平板上使用 多數會使用Apps 所以在iPad上使用 你就要先上Apple Store 下載Teachable Machine的Apps 至於下載完開啟 它就會問你可否使用相機 進入主畫面之後 你會發現所有配置 是和網頁版一模一樣的 都是有Image Project Audio Project 和Post Project 三個選項 於是我們就打開一個Image Project 好像以往一樣的訓練它 而我訓練的時候 主要分了三個Class 第一個Class叫做Bottle 而我就按著Record鍵 用水瓶來擺不同的Pose 讓它慢慢學習 至於第二個Class 我就改名叫做Can 就是專門用來 變形罐裝飲品的罐頭 而第三個Class 我就改名叫做Box 顧名思義 就是用來變形合裝飲品 當然大家要明白 我這個只是一個小實驗 我所內的Data 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待會變形出來 應該都會出現很多HALO的問題 好了 變形完之後 就一如以往 進行Train Model 在這方面 我必須要說 使用iPad來Train 用的時間多於用電腦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網絡問題 還是iPad的設定問題 我等了將近五分鐘 我等了將近五分鐘 才開始動 完成了Training之後 這個Teachable Machine 會提供你去Export Model 但其實在Export之前 你都可以試用一下它 正如我之前所講的 Data不夠夠 所以便認罐裝的時候 是有些問題的 至於合裝 都頗準確 好了 接下來我們真的要 Export這個Model 出去 首先要將Train TensorFlow 上去雲端 所以我按 Upload My Model 現在放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便會得到一個 Shirable Link 其實就是一個URL 你要將它 Copy起來 之後便可以運用這個 Train Model 發展下去 你可以將剛才的 TensorFlow output出去 或者用Arduino 或者Raspberry Pi 做成的機器 或者用罐頭 和瓶 合理分類都可以 但現在來說 我覺得最簡單 就是用上次 我教大家用的Scratch 寫回一個便應的程式 讓它見到的東西 說回一個名字 或者播段音樂 其實已經是一個應用 當然我們可以將 剛才的項目 翻到這個電腦 做 但在iPad做 都未嘗不可 不過就要用Safari 我嘗試了在iPad上面 在iPad上 打開 scratch3.github.io 這個網頁 用法 和普通的Scratch 沒有什麼分別 但由一個日本人 加上了一些 Teachable Machine 的插件 例如 好像有隻狗仔 的TM2 Scratch 插件 就是專門用來 認圖片和聲音 加入了插件之後 我加入了 Image Classification Model URL 這個方法 就將剛才抄回來的URL 貼上去 然後就開始 便認Bottle Can 和Box 的語句 那現在呢 我就 要加這個聲音 水瓶 峇靜 裝 Pick 盤 裝 裁 東西 你 便形的功能 在沒辦法之下 我還是死死氣氣回到電腦 寫一個一模一樣的計劃 然後再試用一下 怎料一試就得了 罐裝 包裝 水瓶 水瓶 我暫時只能說是iPad用這個 就有些問題 如果有同工能夠發現 iPad怎樣使用 記得告訴我 這次的小實驗 雖然不是展示到 很多人工智能的用途 但也交代了 Teachable Machine 的面影功能 除了可以認手勢 一樣可以認到不同的圖像 或者不同的物件 只要大家好好開發它 我相信再配合 Arduino 或 Raspberry Pi 的硬件 是真的可以發明出 人工智能的機器 好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奧斯 喜歡我的視頻的 請你關注、點讚和分享出去 Bye Bye